欢迎各位同学观看由我为大家讲解的 千锋UI设计课程体系解读系列视频 商业产品修图 做一个由工匠气质的设计师 从这里开始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千锋UI设计讲师 我叫庄伟刚 大家叫我庄老师就可以了 说一下我的工作履历 从事移动项目设计有六年多的时间 分别在好机星和高德地图工作过 做过好机星的学生平板电脑 天翼导航 还有大家熟悉的高德导航 在移动端的用言 交互设计以及UI设计 都有比较丰富的项目经验 那好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商业产品修图 这个课程呢 在千锋的第一阶段会学到 今天的课程呢 主要是让大家对商业产品修图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以及为什么要进行产品的修图 那在我们以后去产品 或者电商公司工作的时候 都会很频繁的用到 都会很频繁的用到 所以说 修图是多么的重要 那来首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大纲 我们分为四块来给大家进行讲解 第一个是商业产品的修图概述 主要是让大家去了解 为什么要进行产品的修图 那第二个是 精选商业产品的案例 那通过这些案例呢 提升大家对商业产品的一个认识 那第三个呢 是修图前后的对比解析 那通过对比解析呢 让大家大概了解产品是怎么进行修图的 那第四个呢 是商业产品修图的总结 也就是让大家加深 商业产品的修图的一个认识 首先来看一下商业产品修图的概述 我们把商业产品和修图分开来说 先来说一下什么是商业产品 那么商业产品又分为传统商业产品 和互联网商业产品 我们先说一下传统的商业产品 当我们去实体店购物的时候 在购买一款产品的时候 首先能看到产品外包装上的产品图片 然后我们还会看到实体产品 那主要通过这两个视觉感官来决定 要不要购买这款产品 那传统的产品图片 主要应用在产品的包装盒 以及海报宣传等等 那相对于现在比较火的 互联网电商不同的是 在网上购物我们看不见产品的实体 所以呢 我们只能通过产品的图片来决定购买 如果一款产品的图片足够精美 我们看到以后有想购买的欲望 那么这款产品就是成功的 互联网产品图片主要在购物网站 产品官网用的比较多 不管是传统模式还是互联网模式 修图都会提升产品的专业性 以及对产品的信任 再就是对产品的友好度 那我们通过前面的讲解 对商业产品修图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下面我找了一些案例 来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商业产品的修图 那首先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iPhone官网的一张产品图片 那我们首先看到这张图的整体感觉 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它的产品图片修得非常细致 非常的大气 而且颜色非常的鲜艳 产品的细节也做得很好 那么这些都是经过后期的产品修图达到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是苹果的MacBook Pro笔记本 那么这款产品呢 它处理的也是非常的干净 细节把控的很好 然后凸显了笔记本的金属材质 看上去很像一件艺术品 商图是苹果网站上配件选购的页面 在网站上一般也都有这种各个角度拍摄的产品图 客户随意去搭配颜色 精修的产品配件 颜色看起来很干净 材质的细腻程度也体现得很好 这个是尼康相机的一个宣传广告 设计的非常有科技范儿 暗黑色的色系 镜头的玻璃材质和凸显 加上背景这种模糊的运动感 使得这款产品更加有冲击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是Dior的化妆品 那么Dior它也是属于一个奢侈品牌 那么他们的产品顶级感做的肯定不会太差 我们可以看到 产品的盖子上这种镜面的反光 处理得非常好 物体的光影关系 也处理得非常好 产品非常的干净 那我们前面看了这么多案例 千万不要小瞧一个产品的修图 在大型的产品公司 都有专业的修图师来修图 目的就是为了吸引顾客 来购买他们的产品 我之前一家公司就是做产品的 请了一家产品专业的修图师 来给产品做后期 一张图片就要6000美元 那我们可以想象 一款产品的外观图片是多么的重要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三部分的内容 修图前后对比解析 通过产品的对比解析 让大家了解一款产品 到底是怎么变得完美 更加的吸引人 这些呢都是全分全身的作品 首先我们在拿到一张产品图片后 要分析产品有哪些缺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品 颜色偏暗 瓶盖的高光没有拍摄出来 瓶身的玻璃材质体现的也不好 那我们就要从产品的颜色 高光材质 这三块来进行产品的修图 修图是一个细致火 一定要 非常的有耐心 才可以 这个案例呢相当于 相对于来说比较简单 在进行金属材质的修图时 都会重新进行汇职 做出这种对比很强烈的明暗关系 来凸显这种金属质感 塑料部分呢 重点修饰 一下产品边缘的高光 下面红色提示灯照片 拍摄的不是很好 也需要我们去体量修着 对管产品做完这三个修改以后 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 这是一个化妆品的一个修图 这张图片呢 主要是对产品高光明暗关系的一个修整 例如瓶口这种镜面的残质 用对比强烈的高光来修整 瓶体部分的高光处理 以及产品杂色的去除 这是一个手势的产品修图 这张图呢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 金属部分高光反光面很多 最复杂的地方就是钻石的部分 需要把每个折射面都绘制出来 那这张图也是在这些案例中比较难的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案例 大家平时呢 一定要多加练习 最主要掌握物体的明暗关系 以及细节的把控 那好那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的案例 那我们现在来通过一个实例来给大家讲解 一个产品是如何修图的 那我们首先来到一个产品图片的时候呢 首先不要急于去修改它 我们首先要观察它的缺点 比如说这张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 它的缺点是颜色呢 比较偏暗 它瓶盖的部分 高光 饱和度过高 然后瓶身的部分呢 高光不足 还有就是 它这个瓶身上面还有一些 小的这个杂点 我们都要进行给它进行一个修饰 那我们找出它的缺点以后呢 我们再给它进行一个修图 那我们首先呢 给它调一下它的色阶 增加一下它的亮度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对它平身的部分呢 用仿制图章工具呢 把这些小的杂点然后去除 点击out键 然后进行修复 按照大括号键 然后可以增大 这个这个画笔的大小 这些高光不均匀的地方 我们都要给它一个修饰 那好它的一个瓶身部分 我们基本上就修饰好了 那我们再来处理一下它的这个瓶盖部分 我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先抠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瓶盖部分呢 我们主要是用渐变的形式 重新给它进行一个绘制 点击这个混合选项 我们给它加一个渐变 叠加 然后角度写零度 线性 然后我们来调整它的渐变颜色 按着Compter Alt键 可以复制它的这个色标 然后我们再吸一个它的暗部的颜色 这样就好一些 然后再复制一个颜色 其它这个一个大概的颜色 然后我们待会再去调它的这个色 然后我们待会再去调它的这个色 是有一个暗色系的 很微弱的一个暗部 然后这样就比之前的产品好多了 我们再来慢慢的去调它的这个细节部分 那我们调图的时候呢 不要着急 要耐心一点去调整它的每一个细节 好我们这个就调整完毕 那我们边缘部分的一会高光呢 待会再加 我们再来调整它的这个平身的部分的高光 那我们平身部分呢 主要是在这边的一个高光它的不足 然后我们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那我们用这个选择工具 先画一个这个矩形 然后填充一个纯白的颜色 然后我们只要截取它的平身部分就可以 然后给它加一个浮层门板 用画笔工具 选择一个合适的画笔大小 用Shift键 然后一直往下拉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高光就做好了 我们再来调整它的这个透明度 那这个是一个主的高光 这边呢是次要的高光 所以说这边主高光呢要更加亮一些 那我们这个边缘部分呢 比较平 然后我们再给它进行一下模糊的处理 也是像同样的方法 把画笔调整大小 Shift键 往下拖动 这样呢这个光呢就比较柔和一些 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它的暗部 然后我们再来给它加升一下 还是像刚才同样的方法 这个暗部呢我们给它填充一个黑色 然后给它加一个蒙板 选择画笔工具 选择画笔工具 把它的边缘 模糊 然后去调整它的这个透明度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反光 也要进行给它修着 那同样的方法还是给它绘制一个矩形 那我们这个反光呢它的面积很小 我们只要一点点也可以 给它填充一个白色 那还是同样的方法 我们给它一个模糊处理 然后再来调整它的透明度 大约到20左右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调整一下这个瓶盖的这个 渐变 屏盖的顶端部分呢 会有这个高光 我们用画笔给它画上去 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点击画笔工具 前景色为白色 然后Ctrl加T 它进行一个变形 这样给它压扁 然后我们调整它的大小 Ctrl加T 我们进一步的调整它 再点一下它这个变形 我们也可以点击这里的变形自定义 或者是点击一个扇形 它就自动有一个扇形的 变形 然后我们在弯曲度这里 可以调整它的弯曲大小 比如说我们填一个20 20 20有点大 调整16 点击这个应用 那它的宽度还是比较宽的 我们再给它压扁一下 那它的一个顶部 然后的一个高光就做好了 那它下面这个屏口的部分呢 也是有一个高光的 然后我们给它拖到下面 这个高光我们给它调整一下这个透明度 那我们平在部分的这个反光呢 这有一个黑面呢 还没有处理好 我们再调整一下 我们这款产品的修图上就完成了 当然我这个修的也不是很细致 因为时间关系的原因 那我们再来给它绘制一个头影 先建一个图层 然后前景色设置为黑色 调整这个画笔的大小 我们Ctrl T加给它进行一个变形 把它放到这个图形的下面 进行一个大小的调整 修改一下呢 它这个透明度 那么接下来再给它做一个 这个 这个 产品的一个倒影 我们再来Ctrl T 给它进行一个垂直的 翻转 把它拖到这个下面 那我们看到 它这个下面的部分呢 没有对接上 然后我们再来给它做一下变形 点击Ctrl T 然后进行这个 弯曲度的变化 拖动这个 节点 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这样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样差不多就可以 再来调一下 好,OK 对 那我们再来给它加一个 萌板 这样的一个光影关系 那我们这款产品呢 基本上就修完了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前面讲的内容 那么一个产品的修图 主要是在明暗度 材质 以及细节的一个修整 那通过对产品修图 进一步提升产品的专业性 信任度 还有就是友好度 更通俗的讲 就是吸引顾客去购买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有问题还可以加我们的QQ交流群 159532533 最后呢 祝大家工作顺心 学业有成 明天 支持明镜业